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or 養心分享 今天就是復活節的假期最後一天 今天趁假期尾,我就去看了兩場戲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又要去做頭髮,做生髮 又要去做牙 我終於決定沾牙 就沾透明框那隻 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很早,三點多已經完成了 原先應該是五、六點完成了 於是看了兩場戲 一出叫做好好拍電影 好好拍電影其實是說許安華大導演 許安華女士 另外一出叫做浪跡天地 Nomadland 太激動了,所以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說 話說我不是較前的日子 我就決定勇闖情關 其實不是這樣說,是不對 是應該說我願意面對我和親密關係的關係 這個說法比較正確 當然結果就是去創造一段親密關係 Hopefully就是一生一世 如果不是的話就起碼再愛一次 或者這樣說就是不要怕去愛 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原因 因為自從我開始看我和親密關係的關係 或者我和男人的關係 或者我和戀愛的關係 或者我和夫妻的關係 我怎樣看親密關係 我怎樣看夫妻關係 我怎樣看伴侶關係 我怎樣看伴侶關係 是華山博士的一個正修 有兩個環節令我非常之感動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某一個嘉賓 某一個被邀去分享的嘉賓 他講到他的感情生活 他以前的男朋友去絕世兒家老公 那就是由他們拍拖到結婚 他先生是患癌三次的 然後當然很多問題 很多挑戰 要進出醫院 其實三次的話 你都知道 隨時都可能沒有他 隨時你的愛情會付諸流水 他真的會離開 還有家裡會有很多話說 家裡會很緊張 你真的要和一個有這麼嚴重的病的人 下半世 可能經濟是一個問題 病者發病的時候 他很辛苦 他脾氣是一個問題 我就想到一大堆問題 有趣的是什麼 這位朋友說 他跟他現在的先生相處 第一就是 他笑說他自己是愛夫號 我們不是有愛妻號嗎 他說他是愛夫號 而且是他很愛惜和很寵他老公 我覺得很神奇 而且他不斷說到他先生的時候 他那種幸福 他那種快樂 以及他生命裡面 不斷去想 怎樣可以令到他老公的生活更加好 更加有愛 例如他結婚之後會搬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所以他可以在一個很好的環境裡生活 然後他知道他當時男朋友 現在的丈夫 其中一件很想要的夢想 就是和他結婚 所以他經常用這件事來跟他說 你快點腰的病 然後我們以後可以結婚 當然他們真的結婚 他說的時候 我覺得 這件事完全顛覆了我的想法 就是 我一直以來成長過程 都是覺得 所有東西如果和讀書沒有關係 都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打排球 打到中二就沒有打了 然後掉了去九龍讀書 就真的全職讀書 也沒有唱 choir 以前我唱 choir 合唱團 在班裡 我很喜歡唱歌 喜歡到不得了 我小時候已經喜歡唱歌 然後就沒有在音樂發展 我很喜歡電影 我又沒有在電影發展 甚至乎 我想 實不相瞞 其實我放棄了很多段關係 即使我很喜歡 陳幾何時有很多男士 男性在我生命中出現過 無論是中學同學 或者是我做小儀工 那時認識的一些男士 或者是 其實很多個 就是 當我知道他們的出生是很寒美 家裡很窮 和他們甚至乎要養一全家 有很有趣的人的東西 你越是怕的話 越是抗拒的話 就越是吸引那些人回來 而我發覺 我想我真的是一個很現實的女生 其實有很多段關係 不是因為我不喜歡對方 而是我知道他們的家裡有多窮 所以我選擇離開 這樣說 天氣很好 其實我不是一個貪錢的人 我絕對不是一個貪錢的人 只是 因為我是被生活的那種壓力 我看到我父母的生活的那種壓力 嚇怕了 我不想我繼續這樣 會在婚姻裡面 會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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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見到爸爸回來 這個樣子經常臉黑 厚黑 因為那天賺不到錢 或者生意不好 那些對於我的弱小心靈來說 是很大 很沉重的負擔 但我沒有想到 其實原來在我人生裡面 很多段關係 都是我主動離開 因為我知道對方是沒有錢 這個資訊是令我幾驚嚇的 然後去到這個退休營 當這位女士說她怎樣愛她的丈夫 當時怎樣維護她的男朋友 我真的覺得 糟了 我想我在愛情這個範疇上 連一個幼稚園生都不如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愛一個人 我只是想到很多事情 就是關於方便 你不要拖累我 我不要拖累你 或者是 我想我focus on what matters 是甚麼 曾幾何時是 我經常focus在一些恐懼的事情 我去保護我自己 不會重蹈媽媽的覆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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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 過去這十多年 其實我有一段關係 我很愛這個人 很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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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我愛他愛到 不敢和他開始一段關係 因為我想到的 盡是 一些負面的事情 我focus on what matters 我便focus 我在一些 現在回想到一些很傻的事情 詳細就不說 甚至乎 我有時會focus 在他的身材 例如 他不是我喜歡的那種人 怎樣說呢 我喜歡的人 是大大隻隻 厚肉 身厚一點 和是比較高大 但他高大大 他不大隻 然後 我突然想起 其實我喜歡的男人是一款 我講過 耳東星 中鎮濤 以前 蔡豐華 那類型的 高大威猛 鼻大 嘴唇很厚 眼睛很懸大 那些 但 其實沒有一個整個 全部都是拍拖 然後 如果我想的東西是對的 我早就嫁了 是不是 其實愛上了一個型號 有什麼用呢 真的沒有前途 然後 在退休營裏 我又遇到另一位女士 另一位女士 這位女士的丈夫 就是香港 身心靈界 非常響當當的 不說 叫什麼名字 你猜到就猜不到 猜不到就有她 你以為你猜到的話 都說你了 然後 他告訴我一些 令到我想起 我自己的問題 就是 其實大家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 成為一個名人的太太 無論你的先生 或者你 反過來 有些人是娶了一個很出名的太太 成為一個名人的太太 或者背後的女人 那種痛苦 那種辛酸 那種辛苦 無論這位名人 是一個明星 是一個歌星 演藝界的天王巨星 或者是商界的紅人 其實這個女人背後要付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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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她的分享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 你明白的 其實對方會很忙 你的丈夫 當你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一個成功人士 或者一個 名人的話 其實她會很忙很忙 很多工作 而很多時候 你可能見不到她 她不知去了哪裡 又飛去其他地方 又要進修 要做訪問 然後 然後 甚至乎 你要進去她的夢想 幫她做事 然後 然後我心想 是呀 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選擇 做名人的老婆 或者做名人背後的女人 或者女朋友 然後她說 說到最後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 她突然看到一件事 她有一次做錯了一件事 而且現在年紀大了 我年紀都大 她比我的 她說 年紀大了 真的有時候沒有什麼記性 答應了幫她 老公做的事 她忘記了 然後她發現 可能有一件事很重要 答應了她老公幫她做 但是她忘記了 然後她發現 她的先生 完全一句都沒有說她 沒有給她面識 她說 沒有做嗎 好 她說 她突然發現 她的丈夫是有多好 一個有修為的人 還有說 她在做的工作 很偉大 然後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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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發現 可以嫁給這個人 做的老婆 是一種福氣 而長久以來 可能幾十年來 她都不想 你結婚好像有 有四十年了 總之很久了 她說 長久以來 她都 有很多時候 覺得很不舒服 總之 犧牲很大 如果用我的語言 她突然發現 現在她的辛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個故事 就是搬石頭的問題 她說 我現在不是搬石頭 而是在建教會 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 有三個人 有一個人去搬石頭 打工 她覺得很辛苦 人工又低 日曬雨淋 又流汗 覺得很辛苦 又賺了少少 然後另一個 一樣是搬石頭 然後她就很開心地搬 為什麼她很開心地搬 因為她搬石頭 賺到的錢 是會回去養妻活兒 有些子女可以讀書 太太可以供養到全家 養太太 養全家 第三個人 簡直是很開心地搬石頭 很輕快地搬石頭 而且搬得很快 有人問她 為什麼你搬得這麼開心 你很多錢 她說沒有錢 然後她說沒有錢 你搬來做什麼 她說因為這些石頭 是用來建教會 建了教會之後 有很多人可以去教會 很多人可以 因為生命得救 得到救贖 她覺得很開心 她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她搬石頭 所以這位太太就說 現在我發覺 我自己不是在搬石頭 我是在建教會 我突然覺得 沒有意外 我在退休營中 聽到這兩位女士的分享 就是 其實一個人想婚姻走得通的話 其實你真的要有這種犧牲的態度 甚至乎不是犧牲 她兩個都沒有犧牲的字眼 或者犧牲的感覺 因為如果你為一段婚姻犧牲的話 你會覺得很苦澀 你會覺得自己很不著 自己是做了辛苦的事 然後那個光環就給了先生 或者前者 甚至乎只是幫他醫病 不是有什麼光環 甚至乎可能家人都說 叫你不要嫁他 你又要嫁他 你又要嫁他 就拿來壞 可能還有說話聽 我突然發現 最近這十年八年 我其實愛過很多個男人 有一個是我特別愛 我愛得很厲害 因為 其實沒得解 因為什麼 哪有的因為 有的因為就不是愛 事實上她真的對我很好 很愛惜我 還有 她是一個很出淚拔稅的人 我可以這樣說 然後我想回 為什麼我們兩個 沒有拍過拖 為什麼她那麼愛我 我又那麼愛惜她 然後大家都沒有拍過 就算結不了婚 不可以作為終身伴侶 我怕拖也好 因為我一直都在 focus 在一些很負面的事情 然後我今晚想起 其實 focus on what matters 這件事 是我說出來的 當然不是我作的 我後來發現 網上有很多人說這件事 只不過 天給我這句話 就是 focus on what matters 我突然發現 其實如果我們要做一件事 無論是拍電影 像許安華大導演 或者我們要去得到愛 其實我們都是要把注意力 放 focus 在一些重要的事 有時甚至乎 不是愛那麼簡單 有時愛是不夠的 只是愛是不夠的 如果是 focus 在自己的快樂 就更加短暫 離硬婚了 我想婚姻的基礎 是一個比愛 比自己更大的一個大前提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的靈修導師 我的靈性導師 Joyce Hovis 她說過一件事 她說 我們那個年代 三十多歲 三十歲頭 我們經常說笑 又說真 就說 為何你未結婚 為何你沒有拍拖 沒有呀 我男朋友有commitment phobia 即是 我男朋友有承諾恐懼症 現在坊間未有出戲 電影院整個拍這條段 男人拍結婚 然後女人想盡辦法要結婚 我看看 不想到那場出戲的名字 而最近的出戲叫做 《不日成婚》 又是講婚姻 又是講男人對於婚姻的恐懼 然後 後來我發現 為何我這麼多男朋友 跟我拍完胎之後 跟著都結婚 其實他們沒有commitment phobia 即是他們沒有承諾恐懼症 其實 如果你發覺很多男朋友 都是這樣 每次跟我拍完胎之後 他們就結婚 其實有承諾恐懼症 就是我 然後 然後我就發現 很多年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很簡單的 資料 一個很簡單的資訊 真的要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才學到那個訊息 就是 Joyce 她說 你們如果怕commit的話 什麼是commitment呢 commitment 聽起來很可怕 就是 例如你commit之後 你不可以跟另一個男人 另一個女人拍拖 你不可以跟另一個男人 另一個女人眉來眼去 你更加不可以跟另一個男人 另一個女人 即是發生 婚外情 發生關係 你的身體 你的心 就只屬於一個人 然後 做些什麼 可能我們都要報到 我現在去哪裡 今晚會不會幫人吃飯 週末要跟她聊 你想去哪裡 我想去哪裡 這些 甚至乎 錢的分配 週末會去哪裡 我們這個年紀沒有子女 大家住哪裡 很多事情可能要妥協 很多事情要聊 甚至乎很多事情會吵架 人生有很多挑戰 例如失業 你有病 我有病 你爸爸有病 你媽媽有病 我媽媽有病 怎樣處理 家裡的老人家 家裡的小朋友 很多這些問題 而這些事情令到我覺得 婚姻 或者曾經 曾幾何時 我覺得是很恐怖 但是 越來越多的資料 告訴我 其實Joyce是對的 我的靈性導師Joyce 她說 commitment是什麼 commitment is the freedom to love commitment is the freedom to love 承諾就是 這個自由去愛 擁有這個自由去得到愛 還有 commitment is the freedom to have your dreams come true 承諾就是擁有你的夢想成真 這件事如果套到工作 我是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我做很多事情都成功過 譬如買地 或者是做網台 所謂成功 不是說我賺大錢 或者是名成利就 而是做成的那件事 起碼做得成 還有說 有口碑 起碼 起碼 90%的口碑 都是好的 然後是 很多人告訴我 我做的事情幫到他 然後 因為 我在我的工作方面 例如我對網台 對我讀書會 對於 我們的 文章 seminar 或者我說過的事情 我是會負責 還有我會確保 它發生 而且發生得漂亮 然後是 我有很大的承諾 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 在我的工作上 我得到很多 無論是 名、利、權 現在我不是很需要 這件事 以至到 是 但是愛情 不是 我現在開始 都會改變這個想法 就是 很有趣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當我下定單 我說我要去看我和親密關係的關係 或者是 我要創造一段親密關係 我要再次創入 創造一段親密關係 甚至乎是一個 一生一世的一個伴侶的關係 互相扶持 互相支持 這樣的時候 那個宇宙就自然 給我很多資料 告訴我 我有什麼不足 我要怎樣去轉移我自己 我要怎樣去轉移我自己 OK 然後是 怎麼說呢 其實承諾 就是去擁有愛 擁有愛 那 又說回海安環大導演的 今天那出去 這個叫做好好拍電影 我覺得很感動很感動的 就是 他真的可以 我覺得他跟周華山博士很相似 無論周華山博士 周紹翔博士都很相似 就是 真的丟一條命出來 而他說明就是 他丟一條命出來 而且他是完全不善理財 亦都不會想 就是你看 許導演 許安華導演 你知他肯定是不做Facial 不塗防曬 其實他不是很大的 他都是六十 他剛剛改六十 我想可能現在六十多 大了幾年 但是他是 皮膚各樣的狀況 就是你知道他完全 從年輕到現在都沒有做Facial 亦都不會做運動 現在有了 他在電影中說 他現在開始做運動了 因為還想拍戲 因為拍戲是他的命根 然後 我發現我自己 其實我覺得兩件事重要 一是感情 一是錢 我是很喜歡賺錢 所以我回想 我想回想 我年輕一點 那時候 為什麼我會放棄了這麼多的男士 因為 我覺得他們沒有錢 其實別人可以 之後賺很多錢 我不知道 還有那時候大家都很年輕 很小 在讀書 你期待什麼呢 然後 還有 賺錢是我強項 其實我賺錢 賺錢對我來說 我想我跟周華山博士 或者許安華導演 不同的是什麼呢 就是 他們真是大夢想家 真是會 為了自己的夢想 會拼到盡 而我的Focus 是什麼呢 Abundance Abundance of Life 就是生命的豐盛 而我說的生命的豐盛 是錢是著了很大的一個範疇 就是說 我是真的很喜歡賺錢 上次 這個禮拜 你看到的時候 已經隔了一個禮拜 在這個 退休營 我因為有15分鐘 負責演講 講的題目 講完 華山都說 你真的很喜歡賺錢 我說是呀 我真的很喜歡賺錢 這件事是空性的 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貪錢的人 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 貪無虛榮 或者很 喜歡奢華的人 但我真的喜歡舒適 我喜歡住的地方大 舒適 我的貓可以住得好些 我可以住得好些 我喜歡對著大海 我喜歡 我對人生 我對生活的 那個 lifestyle 我有要求 這樣 而這個是我的first priority 就是說 我不會為了夢想而搞到 不能做facial 要住得好 要住劏房 跟著那些貓沒東西吃 每隻瘦到隻劇 有一個肥絲大隻 好像不像媽媽 然後我 因為 很重要是你知道你的first priority 你那個人生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選 那個 重要的 首選項目是什麼 OK 優先次序 Priorities 對我來說是 lifestyle 一個 一個豐盛的人生 反而 夢想不太重要 我現在才知道 最近就是 因為我發覺我有一個 你有沒有說太太 你知道ADD是這樣的 經常差在哪裡 然後 然後 看完這個 好好拍電影 我就買了第二張票 就是這個 浪跡天地 Nomagland Nomagland 兩張很有趣 都是說一個女人 都是孤寡 到晚年 許導演未必是孤寡 有機會去 很難說的緣分 我認識的 有些人 80歲 遇到真愛 70多歲 80歲 85歲 也有 不一定沒有 而是 這個 浪跡天地 那個女主角 就是 其實她是可以 擁有很多東西 但她到最後 是選擇了 跟她的小便圍生 就是住在小便圍裡面 她睡覺 小便很短 她不是那些 大便 不是那些 可以放六尺便 那些小便圍 所以她連睡覺 腳都不可以 身長 要屈住 然後 廁所 就在車內 有一個 膠筒 坐在膠筒上 去魚翅 即是你吃也在那裏 住也在那裏 坐也在那裏 然後洗衣服 就去那些 洗衣場 洗衣 這個絕對 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我有一天 我都想浪跡天涯 即是退休之後 和老公 然後 或者是男朋友 然後 就會在內地 租或者買一輛很大的 美國那些車 但我不會是那種 即是那種車 如果我會做這件事的話 我的車都要相當豪華 相當地舒服 那種我會做這件事 這樣 so 嗯 是 那 好了 那你會想要些什麼呢 那 真的focus on what matters 我突然覺得 人生充滿希望 我突然覺得 我自己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遇到他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因緣的種子夠不夠 婚姻的種子夠不夠 我還會不會有 第 不知第幾 下一春 不是第二春 不知第幾個春 這樣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起碼都知道 我可以去愛 我 我 願意去愛 和我能夠去愛 這樣 好了 講到這裏 今天是非常地開心的 其實現在快到12點了 因為看完戲之後回到家 整理整路 我實在太想把這件事快趣和你說了 OK 好 講到這裏 拜拜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美滿 非常有果效 兼有意義的一週 拜拜